哈囉我是小雨 今天要來介紹五個不用打BOSS到達下一個區域的方式 第一個使洞威爾城旁的小道 從風暴山丘的小屋出發 順著路往上走 抵達到橋後繼續順著路走 就可以到達新的區域 第二個學院裡的魯仁少女 進去學院後順著路走到了水車 跟著水車下去可以看到一個非常可怕的敵人 這邊要注意不要被他手上的墊鋸鋸死啦 要被他抓到肚子裡面捏死 死掉後會傳送到火山關頂 走左邊洞窟順著路走 走到階梯的地方碰城檔點 接下來再跑去打王 王打死後出去外面就到了王城附近啦 第三個逐漸崩壞的伐母雅茲拉 從雅潭大道的三叉口往王城的方向直走 拿調香師的藏身洞窟的傳送點 接下來出去洞窟傳送到四中樓 往下走到冰毀的大地傳送點 如果不知道哪個傳送點可以看地上的官方留言 進去傳送點後再傳回去調香師的藏身洞窟 之後結束遊戲再重新進去遊戲 就可以直接傳送到逐漸崩壞的伐母雅茲拉囉 第四個百智爵士 到達百智爵士門前往右轉跳下去 順著樹根走可以來到一個平台上 脫掉身上的裝備再從平台上的樹跳上去 跳上去後往前走就可以跳過百智爵士囉 第五個初始之王葛弗雷 這邊要去跳離門最近的欄杆 利用C跳的方式跳上去 貼緊門的柱子 之後結束遊戲再重新進去遊戲 在讀取的時候按往前走的按鍵就可以跳過初始之王葛弗雷囉 這次介紹跳過BOSS的方法就到此結束囉 如果還有發現其他可以跳過的方法 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哦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